而在花蓮市的国心里也举办了爱家园装点社区打造生活植树活动 200多位社区民众不分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参加 分别种植在社区每个角落 改变社区呈现社区崭新的风貌 同时也要打造生活圈的美丽家园 花蓮市国心里为了响应3月10号的植树节装点社区 并且在国心里环保站公园举办植树活动 也相当感谢社区好邻居们捐赠树苗一起来响应 国心里长宇慧君表示 植树除了可以美化性环境 提供修气场所 还有调节气候 进化空气 减少噪音 风波生态等许多好处 兼具了万物齐平的概念 就让民众能够在培养爱护环境和尊重生态的观念 因为只有合乎自然平衡的生态当中 生活品质才会获得保障 在友善邻居的支持之下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 爱家园 庄点社区 打造生活圈的植树活动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友善好邻居 杜参坤老先生 大力支持认购树 还有我们的林瑞书女士 以及江女士 还有我们的社区的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 大家共同出钱出力 为了我们这次的活动协助很多 余慧君表示举办爱家园 捡装社区打造生活圈 直述活动 很感谢两位多位大小朋友们 热情响应共享盛举 为资助的家园共同装点社区 打造生活圈 美丽的幸福家园 记得久不见 欢迎收看 小两个大小朋友们 小三个小朋友们 好 不管